北韩表示扣留了一名从中国非法进入北韩的美国人 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说 这名未确认身份的男子星期一在穿越边境后被扣留 正在接受调查 美国外交官表示不了解情况 北韩已经扣留了另一名非法入境的美国公民 这名被扣男子据称名叫罗伯特帕克 韩语名叫朴东勋是一名牧师 在去年12月25号进入北韩 要求金正日关闭集中营 允许北韩人接受外界援助 两名美国记者林志美和李云娜 去年因非法进入北韩被捕后 被判12年劳动改造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前往平壤和金正日会面后 林志美和李云娜在8月获得释放